大家看到後面這麼多人,究竟排甚麼呢? 沒錯,就是來到今天這個香港高級視聽展 裏面有甚麼新的影音,我們馬上就帶大家進去看看 來到影音展,除了一些比較貼地,大家容易買得到的東西之外 當然有些平時比較難買到的就是我手上這隻Forko 98萬全場最貴的耳機 有甚麼特別呢?首先大家看到金色這些位置全部都是18K金 加上它兩邊,這裡和中間的鑽石,加上是有6卡半 大家比較特別的看到,正方形三角形全圈就是代表人生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98萬就買一個人生,你值不值得呢? 我剛才第一次展出的無線多媒體系統 我們找到Kelvin來和我們說一說 Yoyo系列裏面最大的,亦是最新的型號,叫Yoyo Large 它除了和之前的Yoyo S和M的最大分別就是 它多了一個Chromecast 而且主要它現在有三面,左,中,右,三面都有三種獨立的單元 它可以玩到Google Music,AirPlay,Spotify和Tidal 主要和S和M最大的分別就是這裡 當然可以用手提電話或者平板電路去藍牙,NFC配對,無線配對 另外一個最新發布的產品就是我們這次第一次展示的4K UHD的南國播放器,CX UHD 來到ECT這個Proof 我們就看看究竟有甚麼新產品 AV Show我們UltraZone品牌亦都有一些新的產品 手頭我上了這款頭戴式耳機,UltraZone Go 這次是一個藍牙版本 一般頭戴耳機,其實很多時都很大隻,很重 藍牙耳機現在很多人入耳式 但頭戴式耳機可以保持到音場 這次這個德國品牌UltraZone 推出了一款新的藍牙版本,Go耳機 方便攜帶,方便摺疊 可以隨時隨地打機,聽歌看起 都會有一個臨場震撼感 來到Soundwave這個Proof 其中一個最新的就是Acoustic Research 我手上的這部DAP 比較特別的是,它有藍牙,可以有收油放都可以 另外,它的DAC處理是用上AKM最新的處理器 再加上它是Class A的Pamiflyer 而且最特別的是,它是一部親民價錢 但有4.4mm不輸出端子的DAP 都挺低的 大家一定會留意到的是 就是全國會場首次展出的77吋電視 這部電視有兩個賣點 第一個就是X1 Extreme的顯示卡 令到整個畫面,顏色豐富之外 所有東西都變得更加銳利 第二個就是它的Acoustic Surface 甚麼是Acoustic Surface 即是它是將表面螢幕出聲 就會令到整個效果更加震撼和更加漂亮 除了看圖和買最新的影音產品之外 當然不少就是來這裡尋寶 這裡有很多發燒也都喜歡的CD 以及近年越來越多人聽的黑膠 想找到自己的心頭好,花點時間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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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